当时购买两桶 就是其中的一桶 那是2001罐 当时总共装品 都是2001罐 这是第193罐 到处酒意观察酒群 在用鼻子修文感受香气 他是叶国欣 首位取得英国鉴定学博士学位华人 这次不谈鉴定 首次把威士忌收藏 展示在镜头前 这插双子御用的工匠 特别所打造的水晶杯 非常的稀有 连这个木箱 全部都是手工打造 非常的英式风格 从酒体到器皿都各有巧思 英国皇室御用搭配 专属容器杯组的1968年SPAY 全球限量36套 还有全球只有600支的72年麦卡伦 或是日本清景泽威士忌 眼前的收藏 只是叶国欣所有收藏的20分之一 先别论价格和增值空间 对他来说 品酒就是一种艺术 一种氛围 对我来讲 威士忌就好像是一个流动的艺术品 它的颜色 它的香味 真的它酒瓶的造型 还有故事 它整个装品等等 那我觉得这跟艺术品很像 把酒当成艺术品 品味 品味 因此台湾第一套 和国际艺术大师作品联名的 台酒欧马 圆统强度单一麦芽威士忌酒款 就在叶国欣策划下诞生 那我常用导这支酒 然后把它装在那个水仙瓶里面 然后导出来 那每个人都觉得是40年以上的老酒 那好多商家跟我说 这支酒甚至比麦卡文30年 去瓶底丝毫毫不修身 甚至还有它独错的一些 韵味跟滋味 欢迎到我的长久室来 而这位邱德夫 一位单纯热爱威士忌的资深达人 他的长久室 就是家里的其中一个储藏间 没有华丽设备 但就像他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一样 讲求务实 证据 和威士忌制作理念不谋而合 我会每天晚上花一段时间 去好好的去 就是拼饮 去了解它的香气 近几年 威士忌 福特加 香槟等洋酒 近年来已经从欧美国家 普及到亚洲各国 但是中式白酒 在欧美国家 接受度还是不太高 这个是我觉得蛮有意思 这个老鹰 然后都是白分之白的黑皮诺 眼前这位说着 一口流利中文的法国人 中文名字叫罗山川 是台湾女婿 熟练介绍分享自家葡萄酒 在台快十年 在这之前 她也在中国待了15年 终是白酒 让她印象深刻 太容易喝醉了 就刚刚开始喝什么五粮液 还是什么二粿豆 就不一样 有一些酒真的味道很奇怪 就不是我们习惯的味道酒 即使深入在地 最终还是中情家乡的葡萄酒 这中式白酒的口感 似乎让西方人不太适应 你给欧洲人喝 比如说法国人喝 意大利人喝 可能会对于第一个酒精度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适应 再来就是这个味道 因为毕竟原物料差很多 一个是葡萄 一个是谷类的稻米 所以在这个酒 在嘴巴的味蕾的感受 也会差蛮多的 说起东西品酒文化 可是大不同 东方白酒 洗以米为原料 足以固态发酵 西方则是葡萄 麦芽 液态制成 中华文化好热闹 喝酒重伦理 干杯文化 西方享受细细品味 不过这白酒 堪称全世界最繁复的 蒸馏酒工艺 又千年的历史积淀 凝聚东方的酿酒智慧 因为流派不同 各种有意义 以中国茅台和台湾高粱为例 高粱发酵制成 最多两到三次 茅台最多到九次 台湾的高粱 以清香型为主 口感柔和 酒质清香纯正 茅台则是酱香系统 醇厚丰润 也因为台湾一年四季 温度 尺度变化分明 让海酒嘉义酒厂酿造的高粱酒 更多层次丰富 无论是海岛沿海城市 重清香 或是内陆洗浓厚 都能满足各自口感需求 以前喝的是绍兴那一类的 对不对 它就像一个柔润的口感 尾韵很长的 也有够甜的 可以搭餐的 也够酸的可以搭餐的 可是高粱酒出现江湖以后 高粱酒也可以做到柔润 也可以做到清香 当然我们也可以粗壮 东西文化品名各有历史典故 无论是东方的豪迈热情 还是西方的优雅端庄 品尝的生活态度各有滋味 怀宇新闻 王家杰 刘一如 台北报道